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诵者 心音 传过水无痕 我们有足迹让你踏 若是有足迹让你踏 你会掉入悬崖 你听不懂的时候 我就降下来 让你听懂为止 我的观念很简单 你怎么样才能心安 你自己想 意思即 有时间 你要这样做 没问题 意思即 没有时间 你没有这样做 也没有问题 你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但是 不是做那个事情 你心才会安 否则 那个事情 已经影响你很深了 我要探讨的只有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心不安 如何我的心才会安 若是要打坐 诵经 拜佛 或布施 我的心才会安 那当我没有做的时候 我到底是什么状态 我到底是什么状态 这个安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是假的 你在做的时候 表面上是心安 做完之后 你的心又开始处在不安的状态 又开始变化了 所以我才会问 当你拜完之后 到底安多久 你们说 变成一种习惯 但是我讲的是心安 不是习惯的问题 因为习惯跟心安不相关 我们习惯烦恼 我们也习惯打妄想 我们也习惯自我折磨 我们也习惯被折磨别人 我们要探讨的是 我如何做 才能够彻底心安 改毛病这句话对不对 你们平常听起来都是对的 改脾气这句话对不对 先有想法 还是先有情绪 先有想法 你才会产生情绪 那应该是改想法 还是改情绪 你们情绪顾好 不要藏起情绪 你们脾气不好 把脾气改好一点 你们都这样修 这样修对吗 我常说你是佛 你们就讲 我脾气那么不好 我心量这么狭隘 我什么都不会 我怎么是佛 如何才能够成佛 都没点脾气 都没点缺点 都没有怎么样 你们的脑袋都这么想 这样修行是不是很困难 有一次听了我的课 有人说 师父 按照你的说法 我快活不下去了 我的说法是你不用修 你就活不下去了 如果按照你的方法修 你还活得下去吗 你一开始怎么修 你脾气不好 你要改好 你讲话大声 你讲话要小声点 你本来是个很直的人 说话要柔和一点 你脾气毛病一大堆 全部要把它修掉 修行这样修 大部分人都会压抑成老 顿教的做法很简单 只是改变想法 开悟的人 拔牙 要不要打麻醉 要 开悟的人 不执着身体了 应该不用了 你不要觉得 我在讲笑话 其实你们的脑袋 就是这样 你们觉得开悟的人 跟你们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才这么问 那一天 有人跟我说 他连拔牙 都不用打麻醉 我笑笑问他 开悟的人 牙会不会 哎呦啊 哎呦叫 你会觉得 他怎么跟我一样 没有错 他跟你一样 只是想法跟你不一样 你们假设 没有把这个观念厘清 说你是佛 说你会开悟 你根本不相信 因为你们都这么想 哪有 达摩祖师 被人下毒 读了好几次 都不会死 开悟的人 吃皮霜都不会死 再来 哪有 六祖让刺客砍头 都砍不断 你们都是看到这些 都以为一个 大彻大悟的人 是什么状态 难道每个人 都是如此吗 为什么你只看到 这几个特殊的案例 此中还有很深 很深的含义 我说 开悟是迷雾之间 你先把这个问题确定 确定之后就好谈 否则 你的脑袋 总是在想那个 越想 你看到你自己 就越自卑 障碍就越大 你想 我什么时候 才会修到 像他那样 所以 你们越学 佛跟你们的距离 就越远 这样 还需要学佛 做信徒就好了 信徒 就是认为 佛是万能的 所以要拜他 你们学佛 要跟佛 越来越近 近到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文后思维 如何安住 在每一种状态中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始 感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感恩 感恩